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回到鄉城說市 我是山文 還記得我們之前有條片 是講香港歷史軌跡 當中有提及過大嶼山 有勞亭漁人的傳說 除了勞亭漁人 還有其他有趣的歷史 有興趣的記得重溫一下 先講回正題 我們就詳細講一下勞亭漁人 這個都是傳說 勞亭漁人就是人魚 我們不如先講一講 世界各地出名的人魚傳說 在希臘神話中 有一種古生物叫做蔡廉 據說它們是一種危險的生物 用埋人的音樂和歌聲 來引誘在它們附近的水手 令它們在不同的賭罪 和岩石海岸上觸礁 甚至有人說 它們可以引入風這種元素 講完這些比較邪惡的故事 不如我們講一些 家傳會號的人魚傳說吧 傳說地球海底是有人魚的 而人魚也有很好聽的聲音 當中有一個人魚 喜歡了一個人類的王子 於是就用自己的聲音 換了一雙腳 用來上岸見王子 而故事機局是怎樣 就有觀眾來自己看了 我們回到香港 說回香港的故事 在說好舊好舊時代的魚人傳說之前 不如我們先看看一篇發生在1993年的香港新聞 根據《南華早報》是1993年10月13日的報導 其中一則新聞出現了 《2000 Hooked by Classic Murmage Tail》 原來有指前一天 在香港這一帶有船家捕獲一條引魚 導致超過一千人圍在碼頭等船上岸 更有警察到場增援 原來這一次已經是當時幾個月中 第三次有人調到一些古怪的東西上岸了 報導有指一名姓杜的漁民 在南中國海附近 接近海南島一帶捕獲一隻古怪的生物 杜先生跟人說他捕獲一隻擁有人類長髮 和一塊尖嘴的臉 但是有無事之的生物 當日下午5點左右 就有人在香港仔魚市場一帶聚集 去到晚上8點的時候 已經有接近3千人了 魚市場一帶人性鼎肺 需要警方維持秩序 去到13日早上9點左右 遙傳只捉到微人魚的漁船 終於到達魚市場 但是盜勝的船主 被聞到微人魚一事的時候就很生氣 強調這件事純屬虛構 它是被人拯捕的 在這個時候魚市場的人才慢慢散去 事後當然個個都不相信這個消息 同時都有人只捉到人魚會帶來騙運 於是船家就趕快放回人魚了 上面的故事根據新聞就草草完了 不如我們先說回奴婷魚人這個傳說 傳說的主角叫做奴婷 又叫做奴婷 而為何這樣叫呢 我們在香港歷史軌跡那條片 也有提及過 在東進末年 河北奴巡人氣兵反進 失敗之後就走了去廣州一帶 後來被東進將領所敗 投海至盡 以預報就去到大嶼山定居 繼而叫做奴婷或是奴婷 我們看看17世紀時 公民人屈底君的奴婷詩 當中有指他坐船經過大溪山 即是大嶼山時有感而發的 詩裏寫奴婷的特徵是有黃眼睛 並且牽著一條短尾巴 身上有綠色的毛 分為痴、紅不同的性別 痴性更加會盤計 並且可以在水中練足游泳三天三夜 又會生食魚類 以及喜歡喝雞血 有些懂得規矩的 就會用漁獲和陸上的居民捆雞 而不懂的就會潛入居民家裡偷雞 更加有傳說說過 曾經有人捉到一隻瘋性的漁人 起初他只是懂得笑 不懂說話 但是跟人類相處多了 就開始學會了講人話 以及吃五谷類 在我們繼續講這個故事進去之前 不如我們先看看有關漁人的一些顧問 首先在明朝故言武所寫的天下郡國 利病書 見到奴婷人的起源 是一個叫做奴巡的賊仔 去到兩廣一帶 居於水上 有關奴巡的資料 我們會在下面再提及 其次就是清朝筆記廣東新宇卷二十二倫宇 當中建築文宗提及的漁人 和屈大軍所寫的都很像 有毛髮 眼睛是黃色的 還有尾巴 而當中就有提及到大嶼山 相信就是現在香港的大嶼沙了 最後就是清朝東莞人鄧順所寫的 嶺南仲術卷五十七豬馬 大溪山三十六如 在管一海中 水邊岩月 多居彈蠻種類 或全系進海道奴巡為種 甘明奴亭 逆躍如 此人非人 獸形膚蝕 追計裸體 當中再次提及到大溪山 即是大嶼山 都是寫他們是奴巡的後人 更加指他們不穿衣 以及像野獸 而且在水裡 三天四天都不會死 我們都會找人說一說大嶼山這個地方 這個不停在古詩古文出現過的香港地方 而奴巡這個故事又是甚麼一回事呢 話說元興三年 即是404年 奴巡率領部隊佔據了潘嶼 即是今日廣東山廣州市 入城後他們焚宵民居 生擒廣州刺史 不忍之 之後自稱為平南將軍 干涉廣州的事情 後來又叫姐夫 徐道福 攻取了 此興郡 而因為當時朝廷無能力平定 於是唯有招安 立了他們兩個做官 其後他又聽取他姐夫的意見 起兵北伐柳豫 結果慘敗收場 最後奴巡在兵敗後頭海至盡 而我們所知的奴巡或所謂的獄人 就相傳是奴巡的口袋 最誇張的是 但有知這群人可以在水中暴雨 三、四個月都不會死 那奴巡羽人又是甚麼人呢 根據宋代周去飛 領外代達卷生的其中一張 就可以見到 內文講述 廣州有但一種名約奴巡 善長水戰 那這裏的奴巡 很明顯就是奴巡羽人 而奴巡羽人就是但的一種 但家人本來都不是漢人 有說過是古代百月族的後代 亦有說過是耀族的分支 反正都是南蛮 受盡看人的希帝和歧視 十九世紀 領南忠述就說他們是勒蠻種類 但家人在歷朝歷代 都不能跟漢人平起平坐 例如不准參加科技考試等等 而相傳大嶼山的老庭後人 但家人就是在一一九七年 宋朝軍隊更加登上了大嶼山 大肆屠殺但家居民 只是因為他們私自曬炎謀生 而他們後人除了在大嶼山活動之外 在大嶼山對岸的珠海 亦有一條叫做勒亭山村的古村落 很有可能 他們都是大嶼山勒亭人的分支 究竟甚麼是彈家人呢 前面有提及過 是古代百月族的一個分支 以船為家 一般都是指廣東、廣西和福建一帶的船民 根據1841年對香港島上人口的統計 當時島上有20個群體 總人口是4,350人 其中有2,000人住在艇上 這2,000人可以是彈家人 也可以是福老人 但先不論他們是甚麼人 這群人佔香港島人口接近一半 而根據有關村落墜落的那份文件 其實大家都看到 就是在我們群大陸那部片中出現過 上面香港、群大陸、大浪和中坎國四個地方 都列明是Fishing Village或者Hamlet 雖然不完全是彈家人 但可見都是以水為家的居民 那何謂彈家呢 彈又稱為彈 或者這兩個彈字 四者都是金人同音字 而這兩個彈字就略略打一點便宜了 至於為甚麼叫彈 大致上有四個主要說法 第一,他們源於他們所住的船 第二,因為彈家人長居海上 飄浮於江洋之間猶如海上的雞蛋 第三,艇的古漢語讀為彈 第四,彈家人因為自此在風浪之間 生命由魚雞蛋一捏即破 估致名彈家 他們是一種以船為家的獨特漁民群體 因為長年在水上漂泊 而又被稱為水上的吉卜菜人 由於他們生活在船艇之上 以周圍室、以海為牢、以魚為葉 杜鑄漂泊主要分佈在廣東、福建、廣西、海南等地區 自明代開始實行固定戶籍拆制度 因為彈家人不是住在陸上而單獨歸類 地位等同戰文 被禁止上岸居住 不能夠接受教育 更加不能夠參加科舉 既不能夠跟岸上的人通婚 亦都不能偏拆入戶 清朝在雍正初年曾經消除彈民的戰席 中華民國政府在1934年發佈 嚴禁壓迫彈民惡習 想藉此賦予彈民平等權力 期望消除社會對彈家人的歧視和壓迫 但都因為太多流於形式 社會上對彈家人使了戰民的歧視 從未消除過 過去彈家人因為歷史的原因 令到宗族文化程度比較低 主力捕魚、撈蝦作業 後來又轉向不同的謀生方式 亦都只限於水上運輸、削竹、片竹等等的手工業 在河沖和兩岸之間參與橫水渡血阻人 以及經營餐廳飲的小箱、小飯生計 而一部分彈家人遷移上岸 因為文化水平 亦都只能從事耕種圓河土地 採遣兼且種田 究竟甚麼是水上人呢? 而水上人又是否等同漁民呢? 漁民是指暴養海水魚和養殖淡水魚的漁民 而水上人就是指冷海暴留鹹水魚和魚排養鹹水魚的漁民 以及在海邊靠業製海產為生的居民都是水上人 而在水上人裏面 凡是西西代代以暴漁為生的都會被歸類為難家人 古時候水上人的日常生活所需都會向陸上人購買 同時他們都會將漁獲賣給陸上人 由於他們對陸上物資都有一定程度的依賴 而造成了陸上人對他們進行剝削 甚至出現了陸上人對海上人產生了歧視和分隔 香港地名的由來都是相傳與彈家人有關的 但是我們都已經破解了 詳情就自己看回我們之前的影片吧 為什麼會出現群大道這麼有趣的說法 相信是水上人多數以海為家 較少機會接受教育 不太識字 但是就自己創立了一套獨有的謊言 水佬話 水佬話是廣東話 但是口音和陸地人有少少不像 用魚和漁民生活息息相關 例如胎耳就是釣魚 開身是指捕魚 埋街就是指想案 大撈面是左邊 細撈面就是右邊 用來在船上分左和游 這些謊言基本上陸上人是不會懂得聽的 而因為水上人發音不正 以及較少機會上岸接受教育 他們很多時都會被陸上人歧視 除了謊言不同之外 水上人都有些獨特的文化 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時 香港的淡加漁民家庭的子女 大多數都繼承了上一代的家業 因而不是太重視讀書 有見及此 一些宗教團體就創立了水上學校 為避風堂的兒童提供教育 去到六十至八十年代 香港面臨經濟產業轉型 由第一產業轉到第二和第三產業 再加上公共屋邨的落成 很多水上人都已經上岸住了公屋 近年香港的漁業色味 以及捕魚量被以前大大減少了 大多數漁民已經上岸生活 很多淡加人的傳統都逐漸消失了 語言文化乃至生活方式都慢慢改變 漁業技術水佬話都漸漸被遺忘了 好了 水上人曾經是舊日香港經濟中的中樓底柱 但遲至今日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 大家都忽視了漁業 不會記得甚至不會欣賞水上人 生活的面貌和文化 這一個曾經被指同香港的名字 由來有關的族群 甚至乎成為人魚或漁人傳說的族群傳統 去到今時今日 我們是不是很應該要盡一分力 去將它們保育或者保存呢 今集就先說到這裡 如果想了解更多香港歷史 都可以追蹤我們的Facebook和IG 如果你覺得我們的影片有意思的 記得留言、LIKE、SHARE和訂閱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